下方一張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鰭子不刮刮 Are you ok 老船長我們一點都不ok 二捏 什麼東西 很簡單 我們就像你講的 看電視 intel 看裡面那些人的表演 天天漲停板大賺 他有什麼什麼什麼招 好厲害喔 接下來呢 參加之後 股票叫一堆不行 全部停損 再叫一堆不行 又全部停損 再叫一堆 你們所講的 我通通都信 投顧業我太了解了 但是我只跟你講一件事 Bingo 沒有錯 你就是豬腦袋 老船長這話 這話還要我解釋嗎 也對 你之前就警告我們的 而我們都把你的話 當作是放風箏嘛 對不對 喜歡看這種表演的 你的心一定很貪 所以呢 類似金光黨的人 他就有辦法怎麼樣 勾引著你 然後怎麼樣 你就上當了 一直到什麼時候你發現了 就是你的股票一再的怎麼樣 照樣一大堆停損 一大堆停損 一大堆停損 而你打開電視機 就是你要崩潰的那一刻 因為你看到 你跟著那個人 在電視上表演 今天又大賺 照樣漲停板 這個就是投顧業 所以我常講 你們的股票 輸死了 固然很可憐 但是呢 可憐之人 真的是有可惡之處 貪 講不聽 對不對 老船長 我跟你們講 我要叫股票還不簡單 每天看了快漲停了 我就叫二十檔 那我們每天都漲停板 我來當投顧老師 我天天上節目表演 漲停板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問你啊 你今天你的股票 有沒有停損 你的老師有沒有在電視上 道歉 有沒有承認他什麼股票跌停 你永遠看不到那一天的 這樣懂嗎 被人家賣了 還幫人家數鈔票 別說你多高 你連人都不會選 不會看 說你多厲害 好 我們來看今天這個盤 開盤之後怎麼樣 後面就睡著了 老船長這個棋子要怎麼做 先不要急 我們先講股票 對不對 我說過你們到時候以為我是怎麼樣 我是雙分析師啊 你跟著那個人 他有沒有雙分析師 我先請教一下 現在是什麼年代了 期貨市場在台灣已經怎麼樣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啊 五月啊 下個月就是怎麼樣 台灣盜窮期的元年啊 聽都沒聽過對不對 你等著看好了 人家騎交所已經早就公告了 以後 期交所的 盜窮期就一天交易 18到19個小時 新台幣計價 看到沒有 看到了沒啦 新台幣計價啦 分析師都要有雙證照的時代 不得已已經要來了 就是有的人就拖拖拖拖拖 他始終怎麼樣 要不是考不上 就是怎麼樣不去考 所以啊 你們會有一天很快啊 下個月 你們會突然間驚醒 老船長早就在 隆隆 以前怎麼樣 跟我們說 期貨盜窮期的元年要開始 你會看全台灣的期貨公司 全台灣喔 會整個怎麼樣 翻天覆地的動起來啊 有些什麼意思 因為以後 只要你把怎麼樣 你的看盤軟體打開來 你幾乎24小時都可以賺錢 靠什麼 靠旗子交易啊 而這些期貨公司 你想想看 交易時間從原來的 才幾個鐘頭 現在幾乎變整天了 這些期貨公司 他們要賺手續費 要賺多少錢 你知道嗎 到時候全台灣都會怎樣 風靡啊 要做旗子啊 結果第一個 你期貨還沒開戶 第二個 你沒有旗黃指標啊 你跟人家做什麼 對不對 我為什麼領先市場 我的節目喔 不是來這邊做生意的 我是一直告訴你 法人早就在做旗子 而我們台灣的民眾很可憐 晚上到窮發生什麼事 你不能即刻怎麼樣避險 所以為什麼 奇交所很好心喔 他讓你有一個避險的管道 縱使在晚上喔 你當然 你可能股票做兩三張的 你沒在怕 問題是有的人 他股票一買就是多少億啊 人家要不要避險 當然要 這樣明白了嗎 好 我們先看股票 再說 來第一檔 對對生死簿 生死簿拿出來 我說過你的股票 不要被我點名到 不要點名到 你就剉了一蛋喔 3490 讓你怎麼樣 look look 你有沒有單景 誰叫你買的 誰推薦 誰建議 我給你看他的K線 你會昏倒 今天這樣子還不夠看了 真正厲害在這裡 看到沒有 看到了沒有 就算跌到今天狗吃屎了喔 他的本益比還高達快90倍喔 來 單景今天有沒有成交量 來 快3000張 有沒有人中槍 當然有啊 他不是成交29張喔 是2900多張喔 已經這麼低了喔 已經這麼低了 繼續破 股票亂買 接著 精彩了 來 這幾天暴跌 摔死了 誰叫你買的 誰推薦你 誰介紹你的 你們永遠看不到 這些所謂推薦介紹 帶你買的老師啊 在電視上公開他的股票 死翹翹 你永遠看不到 你能夠看得到的是 繼續漲停板啦 繼續表演啦 我跟你講啦 所以 只要是會員或是觀眾 相信這些人的人 你們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因為一年365天 你打開他的電視節目 永遠大賺 那不是金光檔是什麼 對不對 那你說你們是不是活該啊 麥達康 這個就精彩了 漂亮 麥達康 老船長你真的是喔 幾乎是神啦 昨天麥達康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一下 昨天漲停所 看這邊 昨天麥達康漲停所 中華民國分析師 只有我一個說 這一家公司叫做 虧損公司啊 叫做什麼 叫做爆牌頭顧 送牌老師怎麼樣 一定會拿出來表演的公司啊 我叫你們怎麼樣 這些追在漲停板的 你們喔 很可能接下來 就會成為我測標綠色的字 就怎麼樣 剉的蛋 不用多久啊 昨天漲停所 今天立刻怎麼樣 摔那個狗吃屎 早上還開小高 這樣子就是超過10% 懂不懂 來 虧損公司 去年賺多少錢 賺壓蛋啊 賺多少錢 來 誰介紹你買的 誰推薦你買的 誰帶你買的 One more time 我再講一次 這些人就像怎麼樣 宇宙消失般的 你看不到他們 會告訴你 說 他們叫你去拿 最強最標的股票 結果你們買在最高點 搞不好跟主力 公司派掛鉤啊 出給你都不一定啊 我沒有證據 我不能亂講啊 但是不會起人疑鬥嗎 怎麼這麼巧 你們進去拿 追在漲停板 晚上看電視 第二天跑去買在漲停板嘛 他今天怎麼樣 掛掉 公司又是虧損公司啊 你們去拿股票 都不看應該是什麼股票 人家丟個炸彈給你 你也拿 你要怪誰 怪你自己啊 人家說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啊 來 凱衛 5201 又是虧損公司 這個公司也是跌到死為止啊 看到沒有 這就是完全炒作嘛 這看主管機關要不要抓 要不要查嘛 哪有一家公司 兩個月的時間 最高這樣摔死的 這不用查嗎 股本一定是苗栗啊 老船長 股本不是苗栗 也是三億耶 你租腦袋啊 苗栗的隔壁不是三億嗎 你在台灣人 你住哪裡 苗栗的隔壁不是三億是什麼 這種最好炒最好騙 哇 有沒有凱衛 細 公司有沒有賺錢 來來來 本益比沒有 給你看一下 賺什麼 一樣老船長講的 來看這邊 賺鴨蛋 有套牢的 自己想辦法 你不要怪天 也不要怪騙你的人 那老船長我們要怪什麼 怪你自己啊 再來 邦特4107 邦特有沒有賺錢 有賺錢耶 老船長 這下冒險啊 沒有鴨蛋啊 老船長 對 結果呢 股價摔死 看到沒有 看到了沒有 看清楚啊 老船長 你不是推崇 基歐股嗎 我有沒有跟你說 現在股票很難做 你有講 我是不是跟你說 盡量少做 你有講 這就告訴你們 基歐股 也很容易怎麼樣 掛 再來 賤雅 4130 這都生計股 賤雅 這個本益比就高達103倍 這個就比邦特爛多了 給你看一下 一樣 頭部完成 準備要怎麼樣 Calc 台灣有專門的頭顧 在分析生計股的 專門的老師哦 這些人怎麼樣 在這幾年 生計股死掉哦 他們不知道害死了多少投資人哦 就職業專門在講生計股的哦 你們要特別小心 相信老船長的人 覺得我的節目可看度高的人 麻煩你 下半段千萬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導播 好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开步帮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些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好 欢迎来到奇皇的世界 我在上半段就提到了 我的测标 不用多久 5月马上就来了 什么叫做道琼旗的元年 以后你们有道琼旗可以做 台币计价 一天让你做爽爽 18到19个小时 这样各位明白吧 好 所以你以后要看怎么样 有双证照分析师的节目 这最基本的 还有人跟头顾老师做棋子 头顾老师有没有棋卧分析师 都搞不清楚 今天这个盘 大家先看一下 来 看到没有 后面就躺平了 都不动了 你唯一有机会在这边赚钱 老船长这怎么做啊 今天一开高 一二三木头人 一二三木头人 干什么 You are teacher 你跟着那个人好了 好不好 就告诉你 今天不能动了 为什么今天不能动呢 很简单 因为今天开非常高 他吓到了 就不敢动 还有一种 不敢动就算了 还有一种怎么样 今天去放空被嘎死的 用后段拉起来嘛 对不对 那老船长的确我们都是人啊 我说过人会怎么样 七情六欲最高杀低 我讲的对不对 对哦 但是这个人会不会 你觉得他有没有 七情六欲最高杀低 当然不会 因为齐皇不是神 他也不是人 他是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 老船长这种盘也可以运算 也可以人工智慧 你等着看 我测标可以乱写吗 来 现在全国 已经很多人 北中南 有老船长齐皇指标的 全部来跟我对 内容造假赔 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说过只要有波动 齐皇几乎就是 每天有波动 就是每天赚 像今天有没有波动 有 你仔细看 有做期货的人跟我同步 来 今天一开盘 红船长就出现了 来请导播照镜 好听 红船长一出现 下一根是不是红K 是 有没有在黄金线上 有 立刻进场做多 这是第二根棒 对不对 我告诉你第四根就可以达标了 你到这里就可以获利了结 单先挂好 这边就获利了结 你要贪一点 这边都可以随便你 反正今天就是怎么样 躺着转 倒立着转 闭着眼睛转 小朋友都会 游戏规则有几种 来看这边 就只有一种 是不是红船长出现 一开盘红船长出现了 很简单吧 是不是下一根红K棒 开在黄金线上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自己看嘛 有 它只要一开 开在黄金线上 就跳下去做多就对了 然后随便你 你要停力设几点 我说过了 我不管你 你只要设十二点的 两点手续费给他 赚十点 一年五十万 到口袋 十口五百万 一百口的人赚五千万 你可以看不起吗 你以为只有做股票 能够赚钱 对不对 我叫你们股票 少做少动 你们非要拼命买吗 是不是 但是今天齐皇 小朋友都看得懂 这个规则 十二岁 我交一次就会了 这种钱是送给你的 老船长这么轻松 为什么我交了钱 跟着那个猪脑袋 一开盘开着这么高 他就跟我说 开太高 不能做 不能动 人性 因为开这么高 所有的人都不敢动 齐皇他不是人 他是电脑运算 他告诉你 这个地方可以做多 事实上证明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尾盘拉更高 那不要讲 我说过 我不是来这边表演的 你跟着那个人 每天来这里多 这里空 这里多 这里空 这里多 这里空 所有包山包海 发甲苛讯 那我就问一句就好 讲那么多没有用吗 今天他有没有动作 没有 说叫我们不要动 或者是 有没有叫你停损 有 电视上敢不敢公开 他今天停损 或者是没有动作 绝对不敢 我告诉你 这么多年 你们那些人也骗够了 老船长出来了 注意 我也不是我自己在带旗子 有你自己当老大 把齐皇带回家 有你自己当老大 齐皇他不会骗你 了解吗 游戏规则只有一种 永远不会变 只有一种 这么简单 阿公阿嬷都会 小朋友也看得懂 而且全国 有齐皇的朋友 都跟我同步 换句话说 你今天你齐皇 带回家 对不对 虽然我们是在 不同的地区 可是早上一开盘 我们好像 双胞胎一样 双胞胎都心有灵犀 对不对 你在高雄 我在台北 早上呢 你一看到 红船长 我也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一闪 出现红 在黄金线上 就跳下去做多了 我也跳下去了 这边呢 你达标 我达标 我们同时获利了结啊 中华民国 只有谁做得到 齐皇 任何一个软体 可以像我这样子的话吗 我就把这个丢到垃圾桶 那如果只有我做得到 你把你的软体 丢到垃圾桶去吧 我每天都在公司 供应你的大价 我说过 我这个人很有耐性 你呢 要呢 每天看我们怎么样 赚钱又欺黄 对不对 也可以 我也很欢迎 但是我说过 那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希望你跟我同步赚钱 明白吗 我在这边我不可能骗你 因为只有一种规则 我K棒都可以数给你看 我内容造假 我就是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中华民国境内 只有我一个分析师 只有齐皇做得到 如果有 我退出头孤业 齐皇拿去垃圾桶丢掉 那你交了钱 跟的是人 七情六欲追高杀低 还每天骗你 你在家里面 凹死了 对不对 明明就是猪脑袋 对不对 交了这么多钱给你 哇 带我做棋子 追高杀低 真的老船长说对了 但是你们怎么办 你们只能认 不愿意认的人 希望怎么样 用人工智慧电脑运算来带你 完全不会骗你的 而且操作起来 十二岁到八十岁都会 这么简单 只要稍微期货有波动 每一天 只要这样 端一端 动一动 就天天赚钱 那如果是这样 平的 你赚不到钱 但是你也不可能输多 你问鬼 鬼都知道 就没有大跌 没有大涨 你这样 你怎么可能会输多呢 但是那种盘 一年没有几天 你不要把它考虑进来 懂吗 一年两百五十天 你平均一天赚十点 你就可以赚五十万台币 五十万 比你年薪还要多 你要上什么班 那接下来怎么办 哇 到穷齐 这加进来 一天二十四小时要交易 各位观众 你要赚的钱更是几倍 随时打开来电脑 你都可以怎么样 用齐皇赚钱 外资有没有做棋子 做好狂野 好凶狠 老船长 做的口述之大 那就对了 当他的股票在跌的时候 他赔的最多 因为他买的股票比你多 可是呢 人家会用期货空单去怎么样 赚回来 你就没办法 你只能坐在那边等 头发也白了 牙齿也掉光了 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棋子 没有关系 当年 你也是花了 很大的功夫 才接受怎么样 智慧型手机 对不对 你本来拿的是智障型手机 你终于接受了 然后你也感觉到那一份好 你现在也天天带智慧型手机在身边 跟你的家人朋友联络也是靠他 照相也是靠他 我告诉你 以后很快你就会接受 因为你听到全市场都在讲棋子 所有的棋卧公司会动起来 然后你就知道老船长领先市场不知道多久 而且棋华你会想要带回去 你会开始接受他 因为你发现用他赚钱真的好容易 而且老船长没有办法造假 你听得懂吗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什么话都讲在前面 快了 快了 5月15号 看到没有 到穷奇 证交所公告 不是老船长公告 5月份 齐黄的费用上涨5成 我已经讲过很久 我讲非常久 软体公司跟我讲 交易时间变4到5倍 我们没有办法 成本一定要拉高 那我希望你在剩下最后这几天 赶快先打电话来公司订 你订到之后 你用最便宜的价钱 可以拿到齐黄 然后怎么样 接下来当别人还懵懵懂懂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天天赚钱了 那种感觉真好 然后你就像法人一样 法人做棋子也是怎么样 来弥补他股票的亏损 你也可以啊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比法人还厉害 我现在下了一名 因为法人也是人啊 我告诉你 他也是七情六欲啊 追高杀低也会有啊 最准的就是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 广告中的电话 你要不要拨打 就看你自己 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优惠就已经要结束了 你要亲自来公司 我就在公司等你 我还可以一对一教学 但是也是请你拨打电话进来我们公司 跟老船长预约 我假日都在公司 四月底以前我已经讲出去的话 我都算话 你不把握一对一教学的时候 以后五月份我很忙 我可能没有空 好不好 因为一天要交易24小时了 五 你要不要打电话进来 就看你自己了 开始拨打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